我在生活里面只相信常识 就是凡数违背常识的事 我都不信 比如说常识是什么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的 夜夜升歌 泡在酒吧里 喝醉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认为都出不来 那真的不是为了职业 而是为了堕落 这是第一个常识 第二个常识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给你温暖 足够地吸引 没有人愿意飘在外面 对 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即使飘在外面有一天 他会回来的 这也是一个常识 就第二个常识 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 是不是有吸引力 双方的吸引力是不是还在 第三个常识 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看到的一个常识 叫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 恰恰是生厌的阶段 过了最火热的时期 开始生厌了 发现彼此的缺点了 这是一个发现缺点的过程 只是你们相对极致一些嘛 你的缺点被外化了嘛 有些人的缺点 没有那么外化嘛 那么面对这些缺点的时候 接受的能力 和对缺点的变析 这里面没有让步啊 爱情里面我觉得很少有让步 这不叫让步 所以你们就把这几个常识 你们合在一起 想一想 现在需要让你们两个人 冷静下来考虑的 与常识无关了 其实是一个个性感受 你们怎么选的 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好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八》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八》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八》 《真情六十八》 《真情六十八》 来 请关门 这个姑娘的最后这段表达 特别有意思 就是继承了她一贯的一种状态 就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泡酒吧的姑娘 是对家庭生活没有向往的 其实她们也有 她们自己渴望的一种 常态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你们看到的可能是 外表上更奔放 但是在内心 她们恰恰渴望 更加稳定的一种家庭关系 和更加稳固的一种关系 挺难 挺难的 挺难的 所以最后她们到底 做怎么样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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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